請務中心接到通道案件 立刻派救護車出勤 氣溫奏降 各地也傳出猝死案例 病患到院前 往往救護員先搶時間 和死神拔河 沒有呼吸心跳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 啟動救援時間 因為每下降 每一分鐘存活力就下降 7到10%這樣 資訊明確的話 我們也會做插管 然後給強新增 統計道院前死亡救護案件 光在台北市17號就有14件 而且都是70到90歲高齡族群 死因疑死寒天了有關 還有長輩遇到低溫 就是渾身不對勁 急忙出門買酸痛貼布 就怕出現鬆悶 呼吸困難 疲倦和頭暈等 心臟病徵兆 醫師也點名三高族群 天冷更要預防血壓飆升 猝死還是九成左右 都是一些心血管疾病 有一些部分可能是一些 比較大規模的腦中風 也不能排除年輕人 二十幾歲就有心肌缺氧 甚至是心臟病發作的一些情況 除了身體做好保暖 專家提醒待在室內 也要保持空氣流通 盛防一氧化碳中毒 呆西文蔡林 徐英豪台北報導